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说第一次做馒头到底应该注意什么 才能把馒头蒸好 今天就针对新手 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做馒头的全部技巧 对新手来说,对面粉一定要先了解 咱们尽量用中筋或者是低筋粉 这两种面粉发面比较好发 操作也比较好操作 用高筋粉的话就是特别难揉 筋性太大 面粉准备一筋 然后腐材,大家要注意 这里是糖15克 然后泡打粉准备2克 酵母放3克 因为现在天气还有点热 尽量不要放太多 冬天的话咱们提到5-8克都OK 如果家里面没有秤 咱们放酵母呢 尽量买的那种小袋的 就是5克一袋 泡打粉可以用矿泉水的瓶盖 弄半盖就可以 这里要注意 一定要把泡打粉先和面粉搅匀 防止它直接和水接触失效 后面粉开窝 加入水 水咱们准备250克就可以 想让它更松软 咱们可以多加10克 先手和面 还是要注意 分次加水 咱们第一次倒70%的量 先把这些水分和面粉搅匀 让它成为均匀的面絮 这样吸水效果更快 第一次的水搅匀之后呢 成为面絮 然后多余的干粉 再次倒点水 把它和成一样的面絮 让水分更匀 揉面更快 然后接下来就把所有的面絮 压在一起 面絮拢到一块之后 再来四五克水放到面盆里 这样咱们来回的搓一下 这个面盆就很干净 这就是基本的三光 接着还要把这个面继续揉一下 把里面的水分给它搓匀 咱们手按上去 只要不粘就行了 这样一块发面 咱们就和好了 新手只需要注意好 水量还有加的东西这两点 接下来就是盖起来发面 盖起来发面的好处 一个是保温能够快速发酵 另外呢就是防止北风干 主要注意的第二大条 就是发面的状态 大家看咱们这个面呢已经发好了 这个状态呢就非常好揉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状态 咱们轻点它能够浮起来 这样的状态咱们还可以继续再发 只是发的更快 它每隔一分钟就一个变化 这块面团又发了五分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变得更圆润 整个膨胀度变得更高 而且更软 拉起来一看 里面充满蜂窝还有拉丝状 像这个状态就说明面已经发旺了 这时候咱们就不得不做 如果这时候再不做 稍微再过一点 后面就难操作 也就是咱们很多朋友 揉面老揉不光的原因 就是因为面团发的有点过 取面的时候 咱们把这个面盆呢 稍微给它粘一下 这样就会更干净 也不用怎么刷 然后接下来就是揉面要注意的 新手揉面最常犯的错误 就是用力的方向不对 揉面是下压的一个过程 不是像这样前推后拉 你这个力量是朝前的 所以在搓的时候呢 它下面就容易变成皱的 所以咱们每一次用力都朝下方 就好比压面机 为什么叫压面机呢 是因为它压的力量大 所以咱们揉面 就是一个压面的过程 每揉一次 就是一个下压的力 这样就能把空气排出来 这样揉面才更快 而且才更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揉了没几下 这个状态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 然后揉成这样之后呢 继续再揉 揉到这个面上面比较滑 没有什么坑 这时候就可以来制作了 新手揉面 最怕的就是用力方向不对 所以咱们只要把这个调整一下 再来揉面 基本上就不会出现皱皱巴巴的情况 把这些点掌握住 咱们再揉面就会好很多 然后咱们就可以来切馒头 切馒头的时候 大家要留意一下里面的状态 尽量没有大蜂窝 就是OK的 手工揉面 其实力量还是欠缺 不如压面积压的更好 馒头半成品 咱们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是第三个大点 二次发酵 二次发酵 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看不准发酵状态 手有点过也看不出来 欠缺也看不出来 二次发酵 大家要注意 尽量给它盖岩式 一个是保温 再一个是防风干 是一样的 然后发酵好之后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 用手拿起来 你感觉它变轻了 但是不是很轻 稍微有一点点重量 然后再用手轻轻点一下 有一个小坑 它能够慢慢的恢复原状 这就可以蒸了 就系这两条就可以了 咱们直接大火上锅蒸 18分钟 新手做馒头 基本注意好咱们前面说到的 在家里面再做呢 问题就会少很多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和下期视频 再见